今晚我們真的要早點做完節目 早點吃完飯 我老婆還要去吃火鍋 說冷 其實我不是覺得很冷 雖然溫度好像是四五六度 沒有想像中那麼冷 在街上真的冷 在街上會有風 可能我經常在車裡面 這樣就好一點 我們節目要開始做 做之前不能放太久 大家看看我 昨天我說沒有了九大鬼 今天有出來 九大鬼真是好等天 我沒有用力的 為什麼呢? 他真是真材實料 各位網友 我每年都會覺得 我買了這麼多年這隻東西 只有三四年? OK 又沒有轉過 我整天厘年的球鞭 都是買那隻東西 會不會銷量不斷掉呢? 結果我昨天問一問 原來我們真的不負眾望 重點過去我1998再減價 現在1998沒有減價了 即是特價了 他仍然是這麼堅定 沒吃過的朋友 假若你有只有四、五個人 即是去六人睡的 我就是超級推介這個九大鬼 記住 還有很多網友說 我們不吃盆菜 當然不是盆菜 老實說 在我嘯嘴的口中 即是我現在說話要學 不要這麼折到 盆菜是劣食 不是人吃的 不是啊 我沒有這麼折到 就是啊 但是真的 盆菜從來都沒有好吃過 終然你以前進圍村吃 都是不好吃 我在說我十多歲 即是40年前 我都不覺得好吃 即是吃氣氛吃高興而已 就是你問我 你硬要說 裡面有塊豬皮 我喜歡吃一隻蝦 我喜歡吃肥豬肉 以前沒什麼東西吃 就當然會喜歡吃盆菜 現在搞得鬼靈精怪 又扔龍蝦進去 你扔漢堡包 是 有什麼蕭先生打對台啊 那沒有的 各有各組 所以我不是盆菜的意思 這一個 就絕對不是盆菜 我現在就這樣看一張照片 我們有鮑魚是乾鮑 什麼名貴材料 罐頭包都是鮑魚 我們有花膠 我們有療心 瑤柱 有刺 有鵝掌 那隻叫做卯丹掌 有盒水粉葛等等 蠔豉等等 好了 法菜也是 今年我們繼續不放蠔豉 是放法菜的 非常不環保 麻煩 寬學小姐拿這個出去放雪櫃 我在做節目之前 我差點忘了介紹我這個 其實我不太多了 但是也會繼續有的 這個是一斤莊 這個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上環有一間做了六七十年 叫做 我不要說名字 因為現在官司正在打 叫做和督 臘味店 OK 和督臘味店 OK 他現在自從去年 沒有做之後 他的鮮蠅腸、臘腸 突然之間好像在世上消失 大家非常失望 OK 大家又何必失望呢 因為 為什麼我不說他的名字 第一他們還在爭 第二 第二 我想跟大家說 我不是說和督 其實香港有很多品牌的產品 在他成名之後 其實未必盡然是他們做的 甚至是完全不是他們做的 就是OEM 我想阿正都明白了 其實我現在手上這一包鮮蠅腸 就是和督 和和督做生產的 那間工廠的 我當然試過 現在外面沒有這個牌頭 都賣最便宜的 198 有些是200多 現在有一個膠袋 你要聞一下 有一個膠袋 隔著膠袋 都這麼香 OK 其實我放在這裡 什麼都沒有說過 其實我已經賣剩幾包了 是嗎 是啊 但是不要緊 我都會再說 因為我陸續有貨 現在這個時候就吃這個 這個就是鮮蠅腸 你不要回來找我 我自己不吃肥的 大家知道 那時候我們 真的在這裡吃飯 切開了 我看見這麼肥 怎麼吃呢 我姐姐說 你一定不吃 但是我沒辦法 我留在這裡吃 我先吃 我要試味 但是咬下去 是完全不覺得肥的 嗯 因為你鸟腸 它本身有點乾的 你一定有些油脂 當然 它是剛剛好的 所以 老實說 今天我的客人 我放出來 我的客人一看 一看就說 不用說了 不用我講的故事 他們一聞一看我樣子 如果喜歡吃的 沒有了 你去上門也沒有了 因為已經沒有做了 有人理應 大家去這裡買這一隻 我們去看看相片 各位網友 我今天也要介紹一下一些東西 今個禮拜 我們會早一天來海膽 即是星期五 我們那些日本的 馬粉海膽直板 就會到了 今個禮拜便宜一點 來貨便宜 來貨貴 今個禮拜真是抵食 喂 色直年尾 大家如果有Gathering 或者我們可能要慶祝 香港打入淘汰賽階段 因為今晚贏了球 可能下一場淘汰賽 我想這星期六 或下星期六就開打了 499元 499元 在此之前 有些朋友訂了 511個小微有價 訂了599個的 你放心 同事會會通知你們的 喜歡吃海膽的朋友 84811 1079 下一張照片 好 年底 現在這個是什麼呢 現在這個就是混掌乾坤 回到我這裡 掌握乾坤 掌握乾坤就是我現在拿著這盒 當然這個是空盒來的 這一個 我不記得上宴有沒有吃過 上宴最記得吃過 就是當年我兩三年前出的那個花膠 現在就很難出的 那時候我買三百元 298元兩條 我也是利向微中取 現在還難 因為它是難難的 我一次過 訂了一批大批花膠 就不是虛耗我很多錢 十幾二十萬 但是然後我就逐包逐包去賣 我覺得沒有印頭 當然 花膠的價錢就貴了 這個大家認住 這個就是我在這麼多種產品之中 這個算是貴一點的 如果你用來個人食 或者用來煮我們的花膠 就是一隻鵝掌 一個鮑魚 但是乾鮑 還有一個冬菇 是198元 其實都便宜 但對比其他產品 因為你買一隻鵝掌也三兩十元 這個是乾鮑 這個不是罐頭鮑 有個冬菇 如果街上吃 酒家比較好 說真的 即使是這樣的水準 都沒有一千八百 其實就很划算 回去加熱就吃得了 這個是198元 掌握乾坤 OK 下一張 上 好了 這個紅燒刺 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紅燒刺 金湯刺 常怡有沒有吃過那些刺 買回來還沒吃 買回來還沒吃 很多年了 你放在那裡 不是 早前買那個 OK 回去 街洞要吃 真的要吃 尤其是天洞 我們這些刺 真的沒有一定的 我越吃得多外面街的 我就越有信心 我買288元實在太便宜了 不過算了 現在經濟不好 那麼一人份 那麼大家想吃好一點的 就可以買金湯刺 紅燒刺 或者是下一張照片的 金湯佛跳牆 和紅燒佛跳牆 主要分別是什麼呢 不是湯 是那些料 癡 癡就是剩下的食癡 但是佛跳牆 就多些東西吃的 各有各 多些咬口的 咬頭的 就吃佛跳牆 再多些東西 這個就是我剛才 砰一聲的 我們每一年 說我都 數以不夠千的 百計 大白 怕 九大鬼 有機會 找上賢一起吃 你可以叫 我還沒見過哪個的B 十四嫂的B 是啊 現在懂得行嗎 他昨天才來 是嗎 現在懂得行嗎 那B 懂得行 好怪 現在 我就讀書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十四嫂 就是當年 上來我們的台裏 幫阿正做按摩 就是這個 般若掌的十四嫂 哇 快要讀書了 那B 這麼怪 好了 這個就是九大鬼 1998 訂貨 買現貨都有的 好 再去 我們要說多些 假如有什麼不對勁 Wire Stock 無論是 流感 或者你這個COVID 他也可以幫到你 噴在喉嚨上 一日三次 喉嚨會形成一個保護膜 以鼻喉是通的 其實這一個是 你們勇開朋友 其實在一段時間 我們不是很怕COVID的時候 我們一客人追著上來買 當時斷了貨 因為他要求我訂兩萬元 才給我訂 我當然是採用了兩萬元 你以為是兩年前嗎 100元這個Wire Stock 其實就真的 是非常好用的 幸好下一張 如果 不想噴Wire Stock 可以吃我們Wire Stock 都是100元一盒 有20粒 一天吃3粒 可以吃到7天的 這個糖之前我是翻過貨 但是就賣光了 轉輪了 其實那批不是翻貨 是市貨 這次我正式翻貨了 其實有三種口味 有藍莓果 還是檸檬 還是有個 類似 我想是香葉薄荷葉 大家也可以嘗嘗 挺好吃的 一天吃3粒 早5萬 就提供逐度的保護力 下一張 海南茶我介紹得多了 近日這款就賣出來了 這款其實就是我賣的經典海南茶的無糖版 就是不甜的 其實不甜的 你問我真的不夠甜的 但沒辦法 其實在馬來西亞也好 在香港也好 無糖版是好賣的 真的甜的 因為那些人 真的保健 怕糖尿病 98元有10包 對比之下 這個 我還未換一張照 剛才的一個平平無奇的海南茶 也要98元 我這個10包 我昨天就介紹了 今天已經很好賣了 它裡面有什麼呀 學英文呀 常見 有馬卡 馬卡 有印度人參 洛麗果 和東格亞里 這一隻 真是有病醫病 就沒有病強心 還要好好喝 七盒一極咖啡 有10條 記住 你 食卵學 也是擁重泰 加上這個 咖啡 當然啦 最好就有充足的睡眠 就是均衡的飲食 是 還有一些 基本的運動 就是走走路 都是要的 因為體力 你知道男人 在這個姓氏上面 其實 我就 或者晚上一點 就是晚上才找你 阿尚要做節目 我真的想問一下你們 女性 怎麼看 就是有些男人 很care自己的姓表現 嗯 其實當然是重要的 她的姓表現 但是 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在你的兩性關係裡面 你覺得 我不覺得是 表現是最重要的 就是最重要是舒服 是不是 你現在說 不是 我說的 我說的 在兩性關係裡面 性是否最重要呢 女性 你覺得 現在你去到這個年紀了 我覺得 也要說婚姻裡面 是嗎 是啊 真的 是重要的 都重要的 是重要的 但是 我又問你 是不是覺得是最重要的 我說最的 最重要 嗯 我也覺得是最重要的部分 咦 你跟很多人 我們問香港的女生 通常不會這樣回答 十個有十個都不會這樣回答 是啊 十個有十個都會說 很重要 但是是不是最重要呢 譬如 我現在問你 現在這樣說 你遇上一個 你很愛的男人 他真的對你很好 嗯 你終於發覺 我活了這麼多年了 以前那些 你那些 先生啊 你的男朋友 你以為你真的已經是 你一生的最愛了 原來你遇上這個男人 哇 反正是 他不只是什麼 他不只是你喜歡他 尤其是緣分 他真的對你好好 對你家人也很好 你真的覺得呢 我上次見 我做過什麼事 為什麼會遇到這樣的男人呢 就是這個時候 你終於覺得 人生 雖然我都走了一半 但是下半生 都似乎 會很安穩 和很快樂 這樣活下去 就是這個時候 不幸的事情發生 是 真的有一些 不能負責任的 駕駛任士 將你男朋友 砰 這個交通意外 哦 哦 呃 梁小姐 你是 傷者的哪位啊 我是女朋友 不知道傷者的 你聯絡不聯絡到傷者的家人呢 沒有什麼家人在 就是知而知之類的 然後有一個 就傳來這個惡號了 黃先生呢 就過了危險期 應該就大致沒問題 不過呢 你有心理準備呢 他可能因為這個傷害呢 令到日後呢 在防事上面 可能就有些影響 就是簡單說不能引渡 嗯 好了 那你剛才如果認為呢 你認為 嗯 在兩性關係 或者婚紛生活裡面 嗯 他的男性的性表現是最重要的嘛 那你 一定飛去吧 喂 他已經不能引渡了哦 最重要哦 那個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他是特事原因 那沒有辦法的嘛 因為不是他想的 喂 那我喂 喂 譬如我 喂 我沒有炒車 我也不想我 舉而不堅堅而不狗的 但是我年輕人都會罷得多 那我都是沒有表現的嘛 那現在有些好的產品 可能附上幫助 就一起努力了 一起努力 那你真的這樣說 喂 這個是你自己覺得啦 喂 但是呢 喂 男人又會這樣的哦 嗯 就是他跟你結束婚了 是 或者是在一起了 嗯 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知道男人先貪新鮮的嘛 嗯 他呢 不是不喜歡你哦 但是他的表現呢 就真的 沒有那麼強橫哦 那怎麼辦呢 難道又離婚了嗎 那你一個人溝通 那男人都是有需要的嘛 他在七年溫外面 他不是家裡也一樣的 那大家溝通 當然不一樣啊 就開心點了 大家就開心點了 那你真的覺得一樣啊 當然不一樣啊 那大家覺得不一樣啊 但是如果他男人 他都喜歡 就是 還不喜歡這個女人的 大家都會 那這樣是 都會溝通的 那這樣是 那這樣是 那不要談笑 很難的哦 很難的哦 雖然兩夫妻爺 難道走出來 真的說 我的心理學家都是說 要兩性溝通 難道走出來說 就是 我不知道啦 要上寫字台 很荒蠻的 還是在一張床上 還是怎麼樣呢 喂 老公顏你覺得我 其實 你有沒有覺得你最近的表現呢 差了很多 你說哪方面呢 我記得你上次 前戲有三分半鐘的 其實我就太多了 就是 然後說你的硬度又不夠 就是你很難會這樣討論的嘛 可能不尷尬嗎 又怕會傷害對方的 會傷害對方的自尊心的嘛 其實 我覺得 如果坦誠溝通的話 還會好一點 就是他早就不出聲 你不出聲 可能會不會更加尷尬 我說他 怎樣呢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都要坦誠 什麼都要溝通 坦誠 嘩 什麼都溝通 離婚味到媽媽 哈哈 什麼都溝通 好 我們還有一部照片 繼續看照片 好 好 好 當然 我們意識電視主業心法儀器 我們那部機 當然有貨 今天到過大貨 有些朋友想配上那些頭 我們頭也會回到 每個頭可以用大致 看你用多久 半年 一般來說 一十分鐘 一千八百元 沒有折的 那部機 最後 我們在過年農曆年之前 即是二月十日之前 我們仍然會有九折 一萬三千八百元 我知道有些朋友 似乎有些feedback 先整理一下你的相片 還有沒有相片 好了 最後 就是我這一隻 回貨了 無論是黑色和茶色 快要過年 就真的要用這一隻 有些人問我是否老蕭那隻 我不知道老蕭是哪一隻 我買我自己的 麻油全天然的黑珍珠 的染髮劑 裡面有六包 你先擦一包 塗滿頭髮 塗勻 在燈光或陽光底下 不會那麼快的 可能要三幾個小時 但是它不會流下來的 它真的有些gel的形狀 那麼 你繼續可以做自己的事 好了 然後洗乾淨的頭髮就可以了 除了染髮劑之外 它還有潤髮的作用 就像做完Hannah的樣子 我就很推薦這些 因為它不傷頭髮 不傷髮根 不會阻塞毛孔 不會影響脫髮 這是全天然的麻油染髮劑 然後茶色和黑色 茶色都翻過了 OK 我忘記這次 238 還是248 我忘記了 上來買就可以了 外面買成四塊水 我這批東西 OK 還有沒有照片 當然最後就是我們的年糕 我明天又有大貨 因為我雪櫃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客人 陸陸續續 阿正你猜不到 最多人翻出的 是芋頭糕 未必代表芋頭糕最好吃 可能在外面少人做 多數是做蘿蔔糕 年糕 你們鄉下是否也是這樣做 我們鄉下都有做 你們算不算廣東呢 廣東 也是廣東 也是廣東 屬於逆西 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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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的西邊 就是逆西 那為什麼你會說到什麼逆西 就是後音 都是講白話的 你鄉下講鄉下話還是講我們的話 鄉下講鄉下話 但是爺爺都會講白話 都明白的 如果講白話 就是我叫娘上面 是 如果鄉下話怎麼說 年聲音 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是 那是叫我叫 還是叫 那是怎麼說的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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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叫 是呀 他叫 是啊 他叫 那呢 比如說 那你可能再聽一下那些 可能你聽不明白的 我就是要聽不明白 比如你說 年糕 講你鄉下就行了 我喜歡吃年糕 那你鄉下話怎麼講 你鄉下怎麼講 我喜歡 我喜歡吃年糕 都差不多 我喜歡吃年糕 我喜歡吃年糕 就是吃年糕 變成吃年糕 哦 是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 廣西啊 或者有些地方呢 他們都是 白話他們是明白的 但是有些音 有些不同 OK OK 好 那要由頭講過 是吧 那 剛才呢 大家回來就看到 我和正中間 就多了個嘉賓 應該都熟口臉 有些人有看過 他上次上過 我們做節目的 那就是 梁小姐 那一會兒 他叫上宴 那不是梁尚君子 是梁尚的宴子 那我選了剛才那首歌呢 叫做 就是 故鄉的雨 那是改編成一首日本的歌 那個千槍夫很出名的 就是70年代的 那 那 有很多人唱過 非常出名 那這首歌呢 都是當年在 香港呢 分離應該是 每當變幻池 一炮而紅之後 差不多同期推出這一首 叫做 故鄉的雨的歌 那為什麼呢 我每一節都會播一下歌 就是每天第五節 為什麼今天會選這首歌呢 其實呢 不知為什麼呢 就是我 我認識了上宴之後 因為上宴去鄉下 去家鄉 那些流渣 自製的 茂名 是的 茂名 那時候那個茂名是什麼來的 大家知道我對中國的地理呢 其實除了 我大概知道 上海北京在哪個位置 東南西北我當然知道 哈爾濱 那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真的最遠去那個紹興 那他就傳那些 去茂名的相片給我看 為什麼你和他聊天 會講到鄉下 還有傳一些茂名的相片 大家不要想多 OK 就純粹我們要了解多一點的 因為那時候呢 他有一隻叫什麼 什麼化雞 我們叫什麼 化洲水晶雞 化洲雞 化洲雞也是 不是爛化雞 是 什麼化洲雞 那他就傳一些鄉下的相片給我 就是他們怎麼養雞 那於是乎我呢 就有個深深的印象 是樂印著呢 就是鄉下 常言 那我不是說你是鄉下妹 就是 於是乎我今天一選歌的時候呢 就想起一隻 就是 家鄉一些的歌 那些網友好喜歡 好似乎 他們說這些才是那個 很簡單的旋律 OK 那無論是 我們廣東的那個填詞 或者是當年 在日本的圓曲 其實都是那種 柔子懷念家鄉的一種感情的表達來的 我們現在香港就少了這件事 就是這一代土生土長 但是譬如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在我們偉大祖國的移民來的 譬如我們父母輩 又或者正正在那時候七十年代 好像是劉夢熊那些 來到這個小島上 重生奮鬥 那 你無論怎樣也好 好不好也好 都一定會有懷念父母 懷念家鄉的感情 那時候就會多一些歌 那香港地方很小 那晚一點 我們也會有這些歌出的 不過未必在香港出 可能在萬城出 在加勒大出 好